大家好 我是陈岳 全球热点深度追踪 欢迎来到陈岳观点 震惊欧洲和世界的俄乌战争 已经过去100多天了 从战场之上的科技应用 到马斯克星链卫星的提供 再到美国的科技制裁 甚至是智能手机 以及民用无人机 在战场之上的应用 都处处体现了这场战争的 高科技时代属性 虽然从战争一开始 以及后续的走向来看 它记忆反映出 俄罗斯方面在俄乌战场之上 使用数十年前 甚至是苏联时期 所遗留下来的武器系统 使得一开始的战斗 那么双方是互有损失 等到聚焦乌东战场之后 俄罗斯方面开始越来越多的 展示现代化的军事力量 体现出俄罗斯军事科技的发展水平 我想呢 这样的一种变化 大概和俄罗斯经济实力有限 虽然俄罗斯具备先进的武器系统 毕竟呢 这些武器呢 实际上都是非常的昂贵 在后续关键时刻 才在战场上使用的原因之一 当然也有朋友认为 那么俄罗斯战争和乌克兰的这场战争 它一开始啊 它的这种打法呢 是先把原来的武器库 这个库存呢 消耗一下把那些落后的啊 数十年前的可能都已经快要过期 需要定期维护维修的武器系统呢 去把它消耗掉 那么我想呢 这两个因素大概是都有都有都存在 那么最新的我们看到了 代表着全球最先进隐形战机编队的苏武器 也投入到俄欧的战场之上 也是成为全球首次该型先进战机 进行实战的使用 同时呢 面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科技制裁 俄罗斯方面也有一些反击的筹码 包括俄罗斯手上所掌握的资源 恐怕可以逼停美国波音飞机的生产 针对以上这些俄欧战场之上的科技应用 我们今天聚焦在这一领域 和大家做一些深入的分析 我们看到俄新社呢 一则报道特别谈到 俄罗斯的空天军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之中 一共出动了四架苏武器隐形战斗机 那么最近呢 还通过统一联网的方式 组队猎杀了乌克兰军方的防空系统 这也就让外界惊叹 不仅是俄军第一次 一次性出动四架苏武器隐形战斗机 数量非常之多 而且呢他们采用了编队猎杀模式 对付乌克兰军方的防空系统 这也开创了全球隐形战机在实战中的又一个首次 根据消失人士的说法 为了在这一场特别军事行动中 发现并摧毁乌克兰的防空系统 俄罗斯空天军将四架苏武器战斗机进行编队 那么这些战斗机呢 通过实时的自动化通讯数据传输导航以及识别系统进行联网统一模式 这种战机组队联网的战术有助于提高发现并摧毁目标的效率 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更细的介绍 这四架苏武器战斗机呢 它具有这种高效联网并行作战的模式 甚至呢 其中任何一架战斗机在战场之上进行的战场情报征搜 发现新的作战目标 一系列的动作 实际上其他几个战斗机 那么可以实时的通过这个自动化的通讯系统呢 那么同时能够得到所有的情报 并且呢发动后续的攻击武器系统的调用等等一系列的动作 也就是它的战场情报呢 是实时共享 毫无疑问呢 苏武器在战场上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此前公开的报道说 在今年一月之前 俄空天军只有三架可以具备实战能力的苏武器战斗机 而在五月底呢又增加了两架 俄罗斯商业日报九号指出 以此推算 俄空天军一共只有五架能够投入实战的苏武器战机 而这次为了猎杀乌克兰军方的防空系统 一次性就投入其中的四架 那么可见呢 俄罗斯方面 它的这个战场决心呢 是非常之大 当然也不排除俄罗斯军方之前故意隐瞒了苏武器的真实的 它的量产的数量 不过外界更为关注的是苏武器这次编队摧毁 乌克兰防空系统的一些具体的作战情况 这当然是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事件 因为它不仅仅是俄罗斯最先进的苏武器隐形战机 而且是全球首次出动第五代战斗机 那么正面对抗常规的防空导弹系统 俄罗斯商业日报表示 苏武器此前也曾在前往叙利亚参加过实战 但是当时呢 只是用于对地攻击 而这一次呢 俄罗斯军方首次证实的是苏武器 被用于争夺所谓的制空权 所谓的制空权呢 当然我的战机飞过去 对不对 那么在空中当中呢 敌方没有办法来消灭或者打击 或者是威胁到俄罗斯军方的这个空军 它的战机的安全 那另一方面呢 就是对你所有的防空系统 防空武器呢 进行征搜 情报系统发现之后呢 进行打击 这也是争夺制空权的一种方式 我们说制空权的争夺 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发生战机与战机之间的空战 那实际上对地的打击 打击你的防空体系呢 也是其中非常核心的环节 报道指出 作为隐形战斗机 苏武器的前半球雷达反射面积 非常之小 为此它采用了 相当特殊的形状和无线电吸收的图存 但如果它开启 机载雷达搜索目标 其隐形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这个呢 我想任何现代化的战斗机 肯定都会注意到 所谓机载雷达的辐射问题 从而使得苏武器几乎不可能 隐藏自身的位置 这个在一种特殊的作战模式之下 这也是现代隐形战斗机 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 其实就是你搜索对方 那么你就要发送一些信号 那么对方呢 也就可以通过相应的信号搜索到你 这其实呢 就是它的一个共性 而俄罗斯空天军将四架苏武器战斗机 连接到一个我们前面所说的 统一的信息网络之中 这样呢 它们就可以在不打开机载雷达的情况之下 向目标发射导弹 同时它们可以从外部信息来源 比如说其他一些常规战斗机或侦查平台 来接受目标信息 进行情报共享 所谓查打一体化的这样一个通讯网络 或者呢 只有一架苏武器战斗机 开启了机载雷达进行目标搜索 而其他三架保持无线电静默状态 只靠数据链来共享目标信息 从而减少暴露自身位置的风险 所以即便是敌方通过它的雷达 在苏武器进行雷达扫射的过程当中 目标搜索的过程当中 发现了有一架苏武器战机 我说即便它发现了其中的一架 那么它一旦开始呢 进行相应的攻击行为 或者是打开它的这个 我们说的防空导弹系统呀等等 那么实际上另外三架 保持无线电静默状态的战机 恐怕已经早就飞到你的上空 而且随时发射导弹 就可以把你的整个防空阵地呢 给摧毁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 它的这个信息情报共享 可以带来的新的作战方式 那么此外呢 在统一的信息网络的框架之内 他们能够从低空 以所谓超越地平线的方式 来向对方防空设施发射导弹 而不是必须从容易暴露的 高空进行发射 这将使对手的探测难度 大幅的提高 该报道还预测 俄罗斯空天军果断的将大部分的苏武器 一次性的投入 风险相当之高的压制 乌克兰军方防空系统的行动当中 从而也证明了 俄罗斯军方对于苏武器 隐形性能和战法 可以说是相当的自信 苏武器进入敌方的防空系统的打击范围 但从未被发现或遭到攻击 足以证明他们的隐形的性能 而此外几乎可以肯定的是 在对乌克兰军方防空系统的打击中 没有使用炸弹 而是使用了精确的制导导弹 例如弹头重量达到250公斤的X-38空对地导弹 它是俄罗斯空天军专门为苏武器研制的主要对地攻击武器 其最大的飞行速度是2.2马赫 采用雷达和红外复合制导模式 可以打击40公里内的目标 它的机翼可以折叠 那么能够装载在苏武器的基附弹舱之内 从而确保后者的隐形效果 这一次的俄乌战争 我们说高科技的成分非常之多 除了苏武器战机编队出战 而另一个大名鼎鼎的恐怕就是马斯克的星链卫星了 当前乌克兰已经获得了星链的运营商执照 SpaceX的代表处很快将在乌克兰展开积极的工作 乌克兰独立新闻社6月12号的报道 乌克兰国防部发布声明说 SpaceX的创始人马斯克已经将星链终端设备 移交给了乌克兰的情报官员 乌克兰国防部还说 马斯克不仅在位火星任务做准备 而且还将他们的星链终端交给乌克兰情报部门 乌克兰军队捍卫自由 以便星链可以部署到火星等等 这当然是来自于乌克兰方面的一些说法 实际上也有一些所谓的宣传的意义在 那么星链卫星从一开始被媒体广泛的报道 我们都说马斯克是科技狂人 实际上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也分析过 马斯克何止是科技狂人呢 马斯克还是一个营销专家 那么不断的借助全球性的热点议题 来推销自家的各种产品 星链卫星这一次我们说在这个 马里乌波尔的钢铁厂之内 那么很多的乌克兰的这个军方的人士呢 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所谓的国际战士 被围困在钢铁厂的地下室之中 当时呢 这个所有的网络都已经被俄罗斯军方切断 但后来发现呢 实际上里面是有星链卫星的一些通讯设备 所以它里面的一些信息呢 还能够传达出去 而与此同时呢 从战场的一开始 我们说啊 这个打击的范围随时都有可能 整个乌克兰的网络通讯系统 被俄罗斯的这个精确制导武器呢 给它摧毁 在此情况之下呢 那么乌克兰如何做到战场指挥 如何使它的整个的通讯 能够得到保证呢 实际上星链卫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马斯克也是公开数次 在社交媒体上发言啊 不断的这个来 所谓的深远乌克兰 同时呢 不断提及自己的星链卫星 所以才有了我们现如今看到的 所谓星链卫星在乌克兰战场上的使用 但其实质上 对乌克兰军队的作战能力 或者乌克兰的整个指挥体系 能够带来多大的好处呢 也是啊 这个很难去量化 乌克兰的星链 不仅应用在城市和前线的通讯当中 同时呢 我们还看到乌克兰军方的说法是 还可以帮助乌克兰军方向敌方阵地 更为精准的发射炮弹 那么这就要取决于 这个美国方面 包括星链卫星马斯克 SquizX呢 究竟是否使用了卫星定位系统 向乌克兰军方提供援助 当然我们也看到美国媒体的一些报道 特别谈及莫斯科号 也就是这个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旗舰 我们之前的媒体当中呢 也都有很多的报道 就是呢 被击沉了 那么很多的这个分析预测 包括美国媒体自己所披露的消息 都显示 美国方面为乌克兰的军方提供了 精准的定位服务 那么这也是现如今 在战场之上 他的使用的这个高科技 那么高科技的定位系统 加上乌克兰的实际上他使用的武器 并不是什么 这个先进的这个武器系统 哈且还是多少年以前的这个导弹 结果呢 他结合了美国的情报机构 美国的卫星定位的能力 和乌克兰的原有的这个导弹体系 他把它两者结合在一起 实际上就是把原有的武器 装上了科技的翅膀 从而呢 竟然使得俄罗斯的莫斯科号的这个黑海战队的旗舰被击成 那么这个事情本身呢 对俄罗斯军方来说呢 对于整个战场上来说呢 实际上也是一个重要的事件 那么乌克兰军方使用星链技术呢 实际上也不是什么秘密 马斯克此前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多次发文警告说 运抵乌克兰的星链卫星网络终端设备 恐怕会成为俄罗斯军队的攻击目标 建议使用者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去开启 因为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雷达 对吧 如果你一旦开启它的整个网络信号 特别是无线通讯呢 那本身而言就容易被侦查 一旦侦查到有相应的信号传输 可能就会被俄罗斯精准的武器系统打击 所以马斯克才说 那么星链卫星的终端 它的天线最好能够远离人群 并做好这个伪装处理 而除此之外呢 在本次俄乌战争之中 新科技的应用实际上还有很多 我们看到半岛电视台专门发表文章谈及此事 同时呢 它还谈到了纵观历史之上 用于战斗和战争的新技术 在决定战争结果方面 都在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比如说过去呢 这个西克索人的马车 在击败埃及军队和夺取国家方面 发挥关键作用 另外呢 就是征服者苏丹 穆罕默德的大炮 尤其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使用 它的巨大的迫击炮 在军事坦丁堡战役 奥斯曼帝国的沦陷 以及拜占庭帝国的灭亡之中 也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1415年 英国国王亨利武士 在阿金库尔战役中战胜法国人 这要归功于弓箭手 和他们使用的新开发的远程弓箭 他们从远处向法国人发射箭雨 像下雨般的这个箭 那么使得法国人无法突破 只能败退 实际上历史上关于改进和发展 作战技术的例子非常之多 俄战争也不例外 那么冲突双方都在这场血腥的战争中 使用了最新的最先进的技术 从无人机到使用复杂算法追踪 以及摧毁目标的坦克猎手 到俄罗斯军队用来摧毁 敌军补给线的所谓高精度远程导弹 而且还是超音速的这个导弹 再到乌克兰军队用来这个为苏联时代的反坦克 手榴弹添加尾翼的3D打印机 从而使得一枚100美元的手榴弹 可以摧毁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俄罗斯的车辆 所有的这一切 两军使用的现代和先进技术 不仅仅出现在战场之上 而且还超越了战场范围 抵达了这场战争中被广泛使用的社交媒体 卫星以及人工智能方方面面的科技领域 而与此同时 在战场之外也有很多先进技术的体现 实际上呢 普京这一场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 令人欢迎的意外是西方政府 对俄罗斯实施科技制裁的速度和有效性 在短时间之内 莫斯科和西方金融机构持有的 6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的一半被冻结 并被从Swift网络中驱逐出去 该网络是银行用在世界各地转移资金的庞大信息技术 包括PIPER、VISA、MASCARD 也突然在俄罗斯被停止运营 从西方转让技术的禁令被立即下达 对普京他的这个一系列的 俄罗斯的这个正常的运营 包括金融体系 包括各种大型的公司的这个运营呢 带来了这个短时间之内的巨大的这个影响 根据英国卫报最新发表的文章所谈到 就是说互联网在整个的战争当中发生的作用 那么特别谈及互联网技术的使用呢 包括美国所施加的制裁 那么使得莫斯科呢 一开始就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包括黑客的攻击 在这样的一场科技制裁的行动过程之中 对各方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俄军在乌克兰成功缴获先进的一些这个装备运往莫斯科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这个后续的一些变化 那么也就是说一大笔资金在战场之上的被快速的使用 购买什么呢 包括民用无人机 民用无人机在战场之上可以进行所谓的战场侦查 那么这个事情还扯到了中国的一家科技厂商 就是大疆无人机 对吧 最后呢 大疆无人机被逼无奈之下 就宣布停止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运作 干脆先不卖了 否则呢就遭致各方的批评 因为无人机本来呢 我们知道这个摄影爱好者呀 这个拍一些视频呀等等 那么使用无人机进行拍摄 结果呢 这个无人机在战场上也被用来了战场情报的侦查 那么很多人呢 还买了无人机 有的呢去寄到了这个乌克兰 所谓的帮助这个乌克兰去抵抗俄罗斯等等 反正什么样的使用的模式都有 同时呢我们还看到 乌克兰使用了另外一种可怕的技术 就是我们所说所说的脸部识别技术 来确认俄罗斯阵亡士兵的身份 那么这个事情我们之前节目中也做过分析 同时我们看到 乌克兰的副总理兼数字化的转型部长 特别在Telegram平台上表示 他的国家正在使用面部识别技术 来查找俄罗斯阵亡士兵社交媒体账户 从而使乌克兰当局能够联系到这些死亡 俄罗斯这个战事的家人和朋友 告诉他们在战场上的死讯 这位乌克兰的官员还说 此举旨在消除关于该国战争的错误信息 特别是俄罗斯声称 这只是一次损失很小的特殊行动等等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看到人工智能技术 在整个战场上的使用 特别是美国公司Clearville的AI生产 并免费提供给乌克兰政府 去使用这样的一项AI技术 实际上这项由Clearville AI所生产 并由Paper联合创始人 彼得泰尔支持的先进技术 在美国也引发很多的争议 今年2月份 一群参议员向联邦机构发出 避免使用这个AI技术的呼吁 那么认为呢 这个一些特别的功能 对于特别危险 包括对一些有社人种 包括移民社区 造成了很多的威胁 那么他们的AI 他们的人脸识别 究竟会不会被用在一些非法的地方等等 那么另外一项在战场上被使用的技术呢 或者说叫在战场之外呢 就是区块链技术 很多人没有想到 区块链技术怎么能和欧战争扯到一起去呢 对不对 那么因为呢 区块链它成为 现如今这个很重要的一项技术 它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应用领域之一 就是所谓的金融 所以说有分析认为 区块链技术 可以帮助俄罗斯逃避西方的金融制裁 这是在战场之外使用的技术 但是也许是一项最为重要的技术 那么最近呢 民众都在关注对俄罗斯的制裁 区块链是支持比特币 以及呢 其他一些加密货币的技术 这些货币在过去的几年里像野火一样蔓延 一些种类已经超过一万多种 他们的核心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所谓的去中心化的支付系统 世界上的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这种系统 将钱转移给其他任何地方的任何人 而且所有的流程 它的每个部分都是高度加密的 不受任何信任机构 它的监管 像中央银行的监管呀等等 很明显加密货币对于洗钱呀 逃币制裁实际上是非常管用 俄罗斯似乎是一个精通加密货币的国家 官方政府报告估计该国的加密货币持有量 为2000亿美元 约占全球加密货币总值的12% 而另一份由新加坡加密门户网站进行的报告说 1700万俄罗斯人拥有加密货币 超过50万的俄罗斯计算机程序员 在该行业进行工作 而总统普京本人呢 甚至主张在加密货币挖矿之中 使用剩余的能源等等 似乎很明显 俄罗斯有一个特殊的策略 来使用加密货币逃币机制 那么对于西方国家发动的金融制裁呢 使用区块链技术之下的加密货币 那么从而让俄罗斯的个人 来寻求保护他们的储蓄 以及呢与国外人进行贸易交易等等手段 对于像俄罗斯这样庞大的经济体而言 抵消制裁影响所需的加密货币交易规模太大 实际上呢是很难满田过海 而美国和欧洲国家从一开始就对俄罗斯所施加的各种科技制裁本身呢 实际上不仅仅对俄罗斯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也就是说我们常常所谈及的科技供应链的断供这样的一些做法呢 那么俄罗斯的手上呢也并非完全没有反击的筹码 最近我们就看到一则消息呢 就是由于零不见的断供呢 那么整个供应链的受阻 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近期将737 MAX型号的飞机的生产暂停了10天 根据估计波音737 MAX飞机的工厂量产呢 它的产量呢已经落后于它的越军目标的产量 再向国际航空公司交付新的科技方面也遇到了困难 所以说呢这个事情本身呢就有很多人分析 波音公司既然呢这个过去受到疫情呀 航空业发展的影响呀 包括波音公司在国际上啊 整个空难的事件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呢 使波音公司本来就啊这个生存出现很多的困难 但现如今呢有客户要买飞机 那么波音公司呢竟然还停产啊 那么就有很多人要去分析究竟为什么 结果分析到最后呢 竟然和俄罗斯方面的反制裁也是扯上了关系 所以说我们今天看到战场之上啊 什么金融的区块链技术的使用啊 人脸识别技术的使用啊 到最先进的隐形战机的使用啊 高超音速导弹的使用 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啊 我们说大疆无人机的使用等等 实际上呢新技术呢在现代战争中呢使用越来越多 那么波音公司为什么受到了影响呢 俄罗斯有什么样的能力能够把波音公司的生产都停止下来呢 我们看到根据航空安全专家的这个分析呢 波音737马克斯飞机暂停生产 它的重要的因素是和俄罗斯的泰金属原料有关系 波音公司呢对俄罗斯的泰金属原料 它的依赖程度非常高 在该公司泰金属进口量当中占比高达30%至40% 至少三分之一的波音飞机都完全由俄罗斯的泰金属组装而成 除了泰金属 波音飞机制造依赖进口其他零部件也存在短缺问题 这一次美国737马克斯飞机暂停和泰金属供应不足 实际上很多朋友会说既然供应不足 那么俄罗斯多卖一些不就好了吗 那实际上呢就会扯到这一场俄乌冲突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进行的科技制裁 那么俄罗斯进行的一系列反制裁的手段 根据报道呢 目前许多国际航空公司都在试图利用旅客基金的机会 来弥补一些损失 但是波音科技的生产和交付 无法满足航空公司对新飞机的需求 波音公司737马克斯的客机工厂产量 已经落后于每月31架的目标产量 今年3月和4月的产量均未达到这一目标 而截至5月26日的月产量仅仅是20架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热门的市场 非常非常这个需要大量供给的市场 而且需求明显大于供给 在此情况之下呢 整个供应紧张就导致波音无法增加产量 并交付更多的飞机 那么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在这样的一种这个交付方面的缓慢进展呢 让很多波音的大客户都感到非常的失望 包括向欧洲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瑞安航空 那么对于客机生产交付延迟问题 俄罗斯航空安全专家罗曼·古萨洛夫指出 波音737客机那么缺少俄罗斯的金属钛和相关的钛金属的制成品 今年3月份波音公司声称已经停止向俄罗斯购买钛产品 这就是什么呀 美国要宣布对俄罗斯制裁 那么怎么实现呢 必然要求他的各个大的公司连美国的麦当劳 对吧 卖汉堡的公司都对俄罗斯发动制裁 你说是不是这个已经走火入魔了 所以说呢 当时的波音公司啊 也是响应美国的制裁号召 跟着美国政府的节奏走啊 只能这么做 所以呢 就停止向俄罗斯购买钛产品 那么在航空航天领域呢 钛因为其相对于重量的和它的强度 以及最新一代的碳纤维长途科技 的兼容性 而是备受赞誉 也就是说 这种金属呢 非常重要 而波音公司呢 自己也不去评估评估 对不对 你对俄罗斯的钛金属的依赖程度 高达30%到40% 那么如此情况之下 哎 你说我不像俄罗斯美 那你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你不能够嗨 对吧 一嗨之下做出决策 嗨完之后发现 这个哎 这个事情好像不好解决 所以你三分之一的波音飞机 完全由俄罗斯的钛金属组装而成 可是呢 你却主动向俄罗斯进行制裁 说我不买你的这个东西了 那你不等于是制裁自己吗 所以呢 我们看到 这个专家分析认为呢 除了对飞机制造 至关重要的钛原料之外呢 波音公司还长期 从俄罗斯的一些钛业巨头 那么也就是 这个塞尔达冶金生产联合公司 进口钛制成品啊 我们说钛原料是一方面 你生你进口的这个原材料 另外呢 以钛金属作为原材料 俄罗斯所生产的制成品 实际上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相关公司生产的产品 是波音公司最大的 钛产品的供应商 结果呢 你也去制裁啊 你这个事情本身呢 就等于说 别人没制裁你 对吧 在你最需要别人的时候 你把别人给制裁了 到头来发现自己呢 这个受到很大的影响 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呢 实际上 这个波音公司的老板呢 曾经就警告称 波音公司的钛供应 是一个可能啊 这个中断的中期风险 在俄乌局势紧张之际 波音和空客等 一些飞机制造商 就已经试图大量囤积钛原料 而且寻找更多的供应来源 但是呢 我们说 验证一个新的产品供应链 它的质量需要非常长的时间 很多东西 表面看起来可以 但是当你替换一个供应链来源的时候呢 那么未必就能够验证成功 而且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成本 以及交付上的延误 上述航空安全专家 也对此呢 分析认为 由于波音飞机生产装配线上的产品 来自全球数千家工厂 其他制造零部件短缺问题 同样也在困扰着波音公司的这个生产 俄罗斯对西方的间接的制裁 反制裁等等这些 那么手段呢 主要是针对有色金属的供应 这也对世界各地的零部件制造商造成了打击 此外呢 有报道称 美国禁止俄罗斯的飞机进入领空 也加剧了波音公司的零部件的供应不足 根据报道 波音公司曾经与俄罗斯最大的货运航空福尔加 蒂涅伯航空集团签署合同 通过其运营的安德诺夫124大型运输机 为波音公司 他的工厂的生产运送飞机的零部件 但是呢 我们知道 现如今呢 相关的航空公司 由于是俄罗斯的公司 那么三月份已经暂停了 所有由波音飞机直飞的航班 西方制裁导致来自俄罗斯大部分的飞机和零部件供应中断 原因简单 对吧 除了前面说的 这个不能买原材料 不能买相应的金属生产的产品之外呢 你连飞机都进不来 对吧 因为呢 领空关闭 这个同样也是的 那么就造成了 另外一些就是和钛金属无关的 其他的飞机零部件商品呢 也供应中断 那这个事情本身呢 也相当于是这个制裁了自己 有分析师就估计 波音公司预计 在今年上半年可能会损失36亿美元 而能否将其现金流转正 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 我们前面说的737MAX客机 它的交付数量 以及787梦想客机 能否恢复交付 我们也看到新华社的报道特别谈到 说到新冠疫情啊 受到客机空难事件的影响呢 波音737MAX客机 曾经停飞了20个月之久 新的飞机订购以及交付数量 也是一度锐减 而同时 严重依赖 钛金属钛材料的787 梦想客机 更是从去年5月起 就没有任何的交付 所以说美国不断挥舞着 这些制裁的大棒呢 实际上是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事情 但是这样相互进行科技制裁 相互捅刀子的事情呢 其实还在不断的发生 6月8日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 美国IBM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克里希纳就表示 IBM公司暂停其在俄罗斯的所有业务 IBM说由于俄乌冲突 公司退出俄罗斯市场 而当天呢 公司在俄罗斯的网站也显示 已经这个无法读取相关的内容 实际上在3月初 IBM就宣布 暂停在俄罗斯的商业活动 并终止了与俄罗斯相关科技企业的合作 如果说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之间的相互制裁 那么企业业务受到影响 其实呢 还只是商业利益上的问题 当然商业利益呢 也是很重要 那么现如今 美国我们说到了波音公司受影响 美国的一些企业受影响 美国的一些利益受到影响 当然我们也必须要说 俄罗斯的科技企业呢 也受到重大影响 包括像半导体芯片方面呢 俄罗斯也被断供 那么 俄罗斯的一些企业 包括操作系统 包括数据库 包括大型的这个啊 这个银行电力使用的系统呢 恐怕也存在着科技断供的问题 这实际上就是一次相互之间的伤害 我们前面说到企业利益受到影响 那么有些企业呢 特别像我们说IBM公司呀等等 那么它只是一些商业利益的问题 对大公司而言 恐怕呢 就是少赚些钱 这样的一些事情 但是我们必须也要看到 更为微观的层面 就是涉及到我们个人 其实我们谈论的都比较少 但是呢 这些个人呢 却是受到伤害和影响最大的 那就是对于乌克兰的 这个老百姓而言 对于乌克兰的人们而言 那么这一切 所有的欧乌战争 它失去了生命和失去了家园 恐怕就已经再也回不去了 正如历史一直告诉的我们那样 或许使用更为先进的技术 以及更加高大上的更为先进的科技 那么这些啊都最终呢会赢得一些战争 但是鉴于双方都拥有巨大的技术发展和先进的科技能力 实际上很多的战争的胜利啊都是结果呢是非常的苦涩的 即使是胜利他也是苦涩的啊 林肯之前说过没有光荣的杀戮之道 也没有温和的毁灭之道 除了结束 那么战争没有任何美妙可言 实际上呢 战争本身呢是非常残酷的 所以我们才啊不断的呼吁和平 我们也希望呢 这一场冲突他能够早日的结束 更加希望美国和欧洲呢 不要继续在这个三分点火啊 不断的拱火交游 不断的提供武器提供大炮 对吧 不断的让这个泽连斯基继续和俄罗斯干下去 不断利用乌克兰人民的财产生命啊 土地主权等等呢 和俄罗斯继续搞下去 那么消耗俄罗斯的国家的这个力量 其实呢 这一盘局一开始就非常的清楚 但是走到了今天 我想呢 国际的这个任何一个国家 包括泽连斯基本人 包括俄罗斯的领导人 包括欧洲啊 包括世界上所有的领导人呢 我想都应该看一看老百姓啊 不能仅仅看美国军火商的利益 美国科技公司啊 等等这些大公司的利益等等 还要看一看的这个啊 这个损失的人命 损失的这些 这个流离失所的难民等等 我想呢 我们都希望啊 现如今呢 也到了该坐下来 那么谈一谈 就欧洲安全的局势 未来的长期的和平相处 那么各方所关切的问题呢 要尽早找到外交解决的突破口 和平呢 是弥足珍贵的 此时此刻 对于乌克兰的老百姓 尤其如此 以上呢 就是本期和大家分享的观点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